房东 房客 买房 卖房 为何都成为了受害者 准备五万块钱都崩溃了 我妈都给他贵了 无赖 危机 暴力 千张后团 房屋黑中介 人何如此嚣张 你找他叫你过 说什么 看似正规的合同 藏有怎样的玄机 神秘店内人士 貌似内服集体 貌似人都没有了 人居多虎 欢迎收看平安365 房屋黑中介 新人事 合同里的包腻 今天张学位 明天交那个费 我签合同之前 怎么一个都没有签 神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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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同我这么签子 就要这么走 没有明白 你们给我看房的业务员 他怎么没有出 他就说没有这个费用的 他就是你们和业务员的问题 那之后呢 之后 之后怎么办呢 之后我们 他合同上还有那么多的条款呢 难道我们一个又都要交吗 既然合同上写了 那就得交 看抽酒 别的在发 这里是平安365 我是主持人王小磊 刚才我们的短片当中 这个姑娘呢叫小哥 她遇到的问题就是和许许多多的 在大城市里追梦的年轻人 都会遇到同样的问题 就是房子的问题 很多的年轻人因为社会经验少 就容易遭受到一些骗局 而小哥就是他们当中的一个 那么他遭受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骗局呢 咱们接着往下看 小哥今年22岁 大学刚毕业 怀揣着梦想准备在北京工作 但是他必须要在短时间内解决住宿问题 可是现在市场上中介品质良有不齐 他并不愿意通过中介公司组访 当时我找房子肯定不想找中介 然后就到网上找那个个人房源 于是他上网寻找标注个人的房屋信息的房源 看到一个较为符合条件的房源 小哥就打电话过去 向对方询问有关信息 并约定了看房时间和地点 当时去看房就带我那个是 给我年龄差不多大小的男孩 看着也不像是那房东 然后就问了他一下 说你应该不是房东吧 然后他就说是他代理的 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就想着可能是人家老板的房子或者什么 当时也不想就直接去签和送 我就说等我朋友过来 一块钱 然后他就说 那你这个房子我还有别的人要看 你要不然就交一下订金 当时让我交一个月吧 然后我没带那么多钱 在所谓的代理房主的怂恿之下 小哥最终犹豫着交了500元订金 接下来所谓的代理房主说 得在几天内去公司签合同 如果违约交的这500元订金将不退还 面对这个所谓的代理房主 小哥起了疑虑 怎么帮别人租房也要交定金签合同呢 那天我就给我朋友一块去签合同 然后他之前租房子 小哥带着这位有租房经验的朋友和他一起去签合同 朋友告诉他 这个代理其实就是中介 小哥这才恍然大悟 这所谓的代理房主 其实就是一个中介公司的员工 这时小哥慢慢落入黑中介陷阱 我们也请来一位熟知黑中介业内黑幕的知情人士 来为我们揭秘他们所使用的伎俩 好多中介公司都是以个人形式将这个什么信息发布到网上 我们这个个人看到信息以后觉得是房主 当然见面以后发现我们这个房子是代理的 客户就不明确这个信息 也不明白这个房子到底是不是中介公司的 其实这种代理就是中介公司的一种运动模式 也就是把房子租过来之后再租给咱们的客户 是这种方式 这时小哥心里非常不舒服 明明看的是个人房源 房主竟然摇身变成了中介的业务员 这个中介业务员先是用个人房源吸引了小哥 再用定金拴住小哥 交了定金的小哥就这样被完全的套住了 签约的时候中介业务员态度热情的解释 我们这中介很方便的 您只需要付房租和水面费 其他费用您完全不用担心 我们都会帮您搞定绝对收拾 小哥虽然有些犹豫 想着交出去的定金 还是把合同给签了 配中介的会怎么样呢 一说来这房价很便宜 你要不定的话 别人就被别人租了 那我们就是觉得房价便宜又合适 所以没想那么多 当时就把定金交了 等交了定金以后 一步步的走入他陷阱 简单的说起来 大概分成三步 第一步 就是你在网上去查找房源的时候 突然间看到一个充满爱心的房东 这个房子多么多么的好 多么多么的便宜 于是你立刻就被吸引过去了 等到你跟他联系上之后 发现原来这不是一个个人房源 不是房东租房子 是中介租房子 可是价钱很低啊 所以租了吧 等你跟他进行探讨的时候 第二步就出来了 你得先交定金 然后看房子等等 等你交了定金 你就没有办法再反悔了 因为反悔 这个定金是不退的 所以这时候你就已经被咬了一口了 已经被套牢了 那大多数的人经历到这个步骤的时候都会想 跟谁租不是租吗 反正钱都已经交了 咱们搬进去住就行了 可是你只要一搬进去 后边的噩梦就开始了 谁啊 没过几天 中介找上门来 告诉小哥 每月有100元管理费和62元卫生费 一次交一年 小哥当场就愣住了 然后我说 当时我问了那个业务员 我说 我就交个水费电费 还交别的费用 当时也没有说 还要交那种管理费 卫生费 小哥觉得 这费用交的根本不合理 他翻出自己签的合同 仔细检查 发现真的有一个条款 写着他应该承担 水 电 煤气 电话 卫生等许多费用 每一种费用钱都有个方框 可是每个方框里面都没有打勾 小哥想起当时签合同的时候 确实没怎么注意这个条款 几天之后 中介又上门索要物业费和网费 于是小哥每个月 又要多交200多元钱 中介一次次 以新名目索要小哥的钱财 小哥也终于忍受不住 找中介公司理论 就在租户承担费用的这个条款上 辛吉想要租房 却没有过租房经验的小哥 栽了跟头 小哥怎么也没有想到 这一个个控制的方框 就相当于没有明确自己需要付哪些钱 而黑心中介就可以以此钻空子 让他缴纳每一种费用 黑中介的这个租房的骗局啊 其实和钓鱼是如出一辙 看到什么样的人就要放什么样的诱饵 你害怕中介的房源有问题 于是网上打出的广告都是个人房源 你害怕收取高额的中介费用 觉得自己吃亏了 于是对方扔出的诱饵就是免收中介费 你害怕租了房子之后 有各种各样的费用等等后续问题 于是你就看到那个租房的广告里边写着 承诺不收费 可是等你一旦咬了钩之后 那你就变成了待宰的羔羊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避免黑中介 在合同中作舍的陷阱呢 陈旭中国商业地产联盟特聘专家委员 北京律师协会房地产专业委员会委员 格式合同所列明的这些收费项目 有的是给你画着钩 有的是让你这个怎么去填写 你如果不对这个条件处理的话 那就有可能人家随便都给你画上钩 有什么你打什么钩 没有的插插掉 租房渐情一环套一环 让人步步难逃 怎料买房却隐藏着更大的陷阱 合同上的一个对沟 竟然价值超过五万 房屋合同里到底存在有怎样的陷阱 敬请收看本期平安365 合同里的猫腻 不过这种骗局其实花样非常的多 我们接下来会看到的是一位张女士 应该说她的遭遇比小哥的遭遇 那可就惨得多了 张女士是一位退休教师 拿出自己的积蓄 为在北京打工的女儿买房 通过中介选中了 燕郊的一套二手房 医务员推销房子时说 房屋售价75万元 豪装免费赠送 吸引张女士购买 但是截至张女士办理完过货手续 正是拿到房产证实 买房一共花了85.8万元 原本75万元的房子 张女士却多花了10.8万元 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的编导对比了燕郊 张女士小区内同等面积房子的价位 其房价在80万元左右 这么说张女士通过这个中介找到的房源 也确实比市场价格便宜将近5万元 更何况还赠送豪华装修 这样天上掉下边的好事 难怪张女士坚定了买房的决心 在低于市场价的情况下 我们就要个思考这个问题 在你房价低 而且你又送花华装修 是不是中间呢 中介公司会做手脚 或者是这个房子本身存在问题 张女士真的能用75万元 就买到豪装赠送的房子吗 当时中介就先让我交那个5万块钱 那个定租 然后呢就是说是什么大包费 其实我不懂什么叫做大包费 然后那个中介给我解释 就是说这个大包费是什么呢 就是说办公司 这个过程是费用 另外中介还要求张女士 另付8000元中介费 张女士对于大包费中介费 等名目中多的费用非常疑惑 但是想着自己又不懂法律 又中介帮忙盯着 拿着这5万8000元 包揽着一些令人头疼费用 倒是省了自己的事情 于是张女士在迟疑之间 跟中介公司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 合同签订后 张女士付了首付款 就在张女士等待房屋过户的时候 中介公司的一个电话 让张女士一下子就绷不住了 中介打电话给我说呢 就是说还要让我准备5万块钱一个 税费 我说我之前不是交过了5万块钱 那个大包费了吗 怎么还有5万块钱的税费 中介在电话里对张女士说道 您之前交的费用 是买方应该承担的各种手续费 这次您要缴纳的5万元税费 是帮卖方承担的各种税费 这也是当初房主愿意低价 把房子卖给您的先决条件 张女士顿时觉得 中介公司是在骗人 凭什么自己要承担卖方的税款 当时自己在签合同的时候 中介也没有说过这件事 当时那个中介就这么说 他说那你就看合同呗 我就赶紧拿出合同来看 才发现那个合同里面 那个写的买方承担 那个所有费用的上面打上钩 我说记得当时我签合约 没有打钩呢这一块 张女士仔细一回忆才反应过来 原来在不到20天 办理过户手续的期间里 该中介公司曾打电话通知张女士 说公司财务室需要复合登记 让张女士将属于自己的那一份 合同员件送到该公司交易大厅 张女士那时候想也没有多想 就按他们的要求 把合同员件交给了中介公司的 女业务员 几分钟后 女业务员就把合同员件 还给了张女士 而张女士也没有仔细检查 就收回了合同员件 难道就是在这几分钟的时间里 张女士的合同就被人动了手脚吗 中介公司已复合登记 合同员件的理由 让张女士把合同员件 带到了公司 就在张女士把合同员件 交给中介诱元后 诱元拿着合同 消失在了张女士的视线中 而就在张女士看不到的地方 短短几秒钟 中介已经神不知鬼不知然 打好了钩 做好了手脚 防不胜防 律师也说告不了 我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办 黑心中介在暗地化钩的背后 其实是借由税费的名义 靠走张女士更多的钱 张女士本以为 这大包大揽的税费 会经由中介交给国家税务部门 殊不知 自己只需缴纳 买方所承担的那一部分税费 而且粗制大业 这项省事的张女士 也并没有仔细计算过 自己交的那五万元大包费 到底包含哪些税款 是不是真的像中介所要的五万元之多 而买卖双方自行约定 买方承担全部税款 这一条款 让张女士不但糊里糊涂缴纳了 自己需要承担的那一部分 甚至还包括了 卖方本应承担的税费 就是这样简单的一个对购 让张女士本该花费的七十五万元 一下子变成了八十五万余元 我认为原件根本就不应该再交给她 如果交给她 你要干什么用 如果交给她 不能脱离你的视线 你不能动 你要想确认什么事 甚至我觉得给她一个复印件 按道理 中介手里应该是有的 为什么还在把你的原件要回去呢 平安365提示您 一 网上租房需谨慎 代理是为中介公司租房 而非个人 二 签订完合同 再交定金 避免提前被中介套住 三 合同原件 切勿交给中介公司 备好副本 以防万一 四 选择信条款 去和中介确认清楚 打勾或者打差 关键的问题是有害群之马 就是这些黑中介的存在 所以我们也是强烈的呼吁 我们的相关部门 能够真正的尽到自己的责任 履行好自己的责任 能够把这些黑中介 彻底的清理出市场 收集一会儿是我们的危机一刻 我是王小磊 明天见 2014年3月8日下午 四川德阳十方市 银华山路 发生了一起车祸 由于冲击力过大 有两人被当场甩出车外 而还有一人被困车内 迅速赶到现场的 四川省德阳市 金河路消防中队 消防员立即用液压点赶 慢慢地将卡住 被困人员的车门部位 获张 经过30多分钟的努力 成功将被困者救赴 据目击者描述 事故原因是 由于肇事大火车超速行驶导致 再次提醒各位驾驶员 在通过十字路口时 请一定要渐速慢行 避免类似事故的发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